执照德行 这样的人不真正明白 道是什么 德是什么 不明白 执照这个德 德是很好 大家夸奖 大家赞美 那是很好 可是你不能执照它 执照它就是做做 就是我头说 做给大家看 看我有多大德行 看我的 大叔你好选我 就是这样子的 道的最少是一票 最少你们在乡里 给我一个奖状 我感觉我真了不起 是这样子 真正的不是这样子 上德不得 真正上德就是 真正有德行的 就是最高级的德行 也是说德行的最美的德行 是他不认为那是德行 认为我那是应该要做的 你们常听说经理说 哪里的后学了愿 我哪有什么德行 他这么说 他怎么不说 我认为我有德行 他没有这样子 对吧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些前辈们的形象 都是给我们做 真是上德不得 下德值得 你们看 执照的人 执照的人去做这个德行 要谁要不夸张我 那我就火大了 那我就气大了 那这都是坠落 都是受考 是这样子 大家要了解 所以下边 德行我们就要 你们各位要注意 点传师他一定要是说 他没有德行 后学 他们常常说 在我的耳朵里头上听 后学 无财 无德 他常常说 既没有才能 也没有德行 叫忏愧 叫忏愧 他们常常都是这样说 我是最笨的 我是最没有讨闹 他们经理点是都这么说 我想我们各位也都会学 这样 可不是表面的 这是礼貌 不是礼貌 而是内在的真实的 真实的 可是我们有的人 因为德行要是 我们讲道 要是感觉到 好了 没有 我不知道德行 心里头还是有一点也不错 感觉今天 心里头感觉到很温暖 感觉到 我没有白讲 我没有白办到 你看看 我们全知道 是我们全得赞赏 孩子执着那么一点 所以德油如毛 你的德行的执着 没有那么重 像红毛那样子的 像红毛那样子的轻 那这个德行已经很不错了吧 我们听一下感觉 真好 我们这个典人师 你看看他的德行这么好 这样子 德行轻 油就是轻 轻到像厄毛那么的轻 那么飘飘远 那么的自在 那么的轻松 那么的 讲起来话的好 很好很好 虽然是这么来说 毛有有 你不要因为像厄毛 红毛那样子的轻 就是很好 所以当点穿师的 可是当好的贪主 可是当千人 他也不会以这个为满足 他这个还想 后学实在是忏愧 不够不够 还是讲不够 用什么呢 用什么不够呢 他自己知道 毛有有轮 那个毛啊 红毛啊 虽然说是轻 我不在乎这些德行 很轻了 但是还是有可比的 有轮 轮就是有可比的 对吧 我不用红毛 我用亚毛可以吧 对不对 那可以说是 总是有物可比就是了 还有物可比 我不想拿个鸟毛也可以啊 这样子 都是还有个东西好比的 所以这样子 还不是那个率性 还不是真实的德行 还不是真实的德行 那什么样才是真实的德行呢 所以指示啊 就现在又特别说了 他说怎么样 上天 所以你们大家看 上天的那种运载啊 运行啊 上天的运行 世事兴言百无声 你们看 有没有兴机 没有 每年就是这样子 日月还是这么出来 风雨还是这么飘这么广 他没有给我们要求他的代价 他没有啊 我的空气还是给你 你们要没有我 你们就死掉了 你们马上你们就会大脑 就是先死了 你们应该感谢我 你们生命都在感谢 他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 你看看上天的这种运载啊 无声没有 无声没有声音 也没有气味 上天的运行啊 运行啊 他也在运行 也在他的 他的在动作啊 就像我们的秀道 我们天天都是在动作 我们对着后学怎么样 我们对着前辈怎么样 这都是我们的运作 你的运作真能像上天的运载呢 一点也不遭行迹 一点也不占形象 真是这样的话 那才是到家了 我让你们看的